妙德禅寺将于12月15日起 举办为期一周的短期出家 妙德禅寺将于12月15日起 举办为期一周的短期出家 让佛弟子精进修行 我们年底12月15号就有一期的 一个礼拜的短期出家 妙德禅寺是在山明水旭的白河水库旁边 所以是比较偏僻邻近的环境 很适合临近共修齐修的一种环境 我们这一次的短期出家的报名人士 已经有四五十位 我们一定其实只是三十位而已 但是大家的踊跃 我们就是帮大家在学习佛法上的 学习的精进 给大家多一份认识佛法的修行的意义 短期出家是否地址因缘不成熟 或有家室 不能尽一生而出家 妙德禅寺举办短期出家 让在家居室与出家生团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家居室透过短期出家 每日听经文法 禅禅作物 学习解形并重的出家生活 从日常行住坐卧中逃也熏习 真正体验生团和乐清静的生活 以培养对佛法的证件与信心 成为身心自在的修行人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道